一说到男明星 不知道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谁呢 是你心目当中的小鲜肉无垒还是王俊凯 又或者是一两千戏 这些男明星在娱乐圈内名气都非常的高 而且长得也都特别帅气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娱乐圈内男明星穿白衬衫都有什么样的气质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人就是王俊凯 王俊凯穿上白衬衫身上还是会有学生气息 虽然说王俊凯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但还有着挥之不去的大男孩气息 白衬衫穿在身上非常的年轻有气质 而且他的虎牙笑起来也是非常可爱的 陆寒穿上白衬衫气质就显得与众不同 而且最重要的的是陆寒还会打篮球 会踢足球 小编见过陆寒踢足球的样子 可以说是帅诈的 陆寒不管是什么样的头型都能够驾驭得了 相信大家也看过他所主演的《翟天记》这部古装大剧吧 其中陆寒长头发的造型依旧很帅气 异样千玺和王俊凯是同一阵男团中的 虽然说异样千玺不善言词 平时沉默挂言 但其实异样千玺唱歌也是非常好听的 很多朋友们喜欢异样千玺都是因为他唱歌比较好听 我们看图中这张照片 异样千玺身穿白衬衫还是非常帅气有男人味的 陈小可以说是娱乐圈内实力派的男演员 因为出演《陆珍传奇》这部古装剧 让他在娱乐圈内大火 虽然说现在已经和陈妍希结婚 并且成为了新近奶爸 但是陈小的颜值可都是一直在线的 身穿白衬衫的他看起来非常的有男人味 而且这样的发型他也是能够轻松的驾驭 杨阳穿上白衬衫 给人一种非常的清新帅气的感觉 因为在小编的心目当中 杨阳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男生 自从看了微微一笑很清诚 就觉得杨阳有暖男气质对人很和气 而且也不管他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好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和小编 有着一样的想法呢 我们的三十弟弟吴磊穿上白衬衫 也让整个人的气质上升了一个当次 而且图中这张照片 吴磊的发型也是为他整个人减零了不少 不可否认的是 吴磊藏着一张非常帅气的脸庞 而且他的演技也是很多人都认可的 最近他所主演的《沙海》已完美收官 但是热度是在仍然不断的上升 他在娱乐圈带大火指日可待 但是要说穿白衬衫 最能展现自己气质的 陈小和鲁涵都比不上他 他就是张艺兴 可以说张艺兴非常有气质 而且张艺兴整个人也是比较文质彬彬的 中文字幕提供